兩位先生, 召人哪 對, 召人 對 清場啦, 清場啦 各位爺, 起 清場啦, 清場啦, 換水啦, 各位爺 這馬大哥真是的 丟下我們不滾 這個人哪 沒有心肝 那也好, 我們分頭行事 總比一失手, 讓孫孝秋一網打盡的好 分頭行事?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怎麼分頭? 我們現在首先要做的是 打聽到孫孝秋 經常在什麼地方出沒 可是向誰打聽呢? 你別忘了, 在上海 我還認識一個人 誰呀? 在火車上認識的那個 蘇季菲啊 可是你連人家底細都不清楚 你敢去招惹他 大姐, 二姐, 有好消息 大姐 什麼好消息啊? 什麼好消息? 孫孝秋死了 那倒不是 不過, 我們打聽到一個人 可以幫我們刺殺孫孝秋 誰呀? 他是個殺人王 大姐, 不如這樣 反正你們在這兒等 我進去和他談時間和價錢 放心, 我凡事有分寸 你們信不過我嗎? 我信你呀 我不信 大姐, 那你說 你說出心裡話 好啊, 你們說啊 我可聽說了 殺人王, 拿這件浴室當老撾 平時啊, 除了做生意 都不會出來的 想找人家出來的 人家也未必肯啊 既然他不出來 那就我們進去 南浴室 南浴室 大姐, 你不怕啊 憑我的直覺 我覺得, 我一定第一個見到他 把這個事情查清楚 這件事情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大姐, 我們是好姐妹 出生入死都應該在一塊兒 這回我也陪你進去 丹丹, 你還是小丫頭 南浴室的情形 你不見也罢 是啊 我才不管呢 大姐都能做的事 我一樣也做得到 那些臭男人 我看了當作沒看到 嘴下留情吧 我也是臭男人 你 好了, 好了 你們整天在鬧 白露, 丹丹 你們再為你們把風 我和忠誠進去看一看 走吧 兩位先生, 召人哪 對 召人 對 清場啦, 各位爺起 清場啦, 清場啦, 換水啦 各位爺 大姐, 你看怎麼辦 人都出去了 那我們也出去吧 朋友 來了就走 性子這麼急 禁廟不燒香 莫非你是來玩的 看不見真佛 我們朝哪邊燒香 你們有難 想求真佛保佑 我們有仇 想求真佛出手 人要衣裝 我要金裝 你們出得起架去嗎 當然出得起 只不過你不能瞞天要架 上海又不是只有你殺人王一支槍 正常 這位兄弟說話 不如你上道 啊, 他是我的小兄弟 涉事不深 還請先生見諒 我倒是不會見怪 可是我 算了 有話好說 大家到池子裡談 你這位兄弟就留在那兒 法不傳六耳 這是規矩 大姐, 他要你下池 怎麼辦 怎麼回事 你們到這兒來還要耍花呀 我看你們是老壽性吃劈霜 我到今天賢命長了 啊, 不是不是不是 實不相瞞 我 我只是有些苦衷 那好 那好 你請先行一步 到那邊等著 你在外面等著 那邊等著 裡面到底怎麼樣了嗎 這急死人了 你是不是想進去看看 胡說 你嘴裡沒一句好聽的 你才想進去呢 我是擔心啊 二姐, 你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圈套啊 哎呀, 別胡思亂想嘛 急人自有天下 你好像一點也不奇怪 我知道 你才是真正的殺人王 那個人 不過是你的樓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們談著這麼機密的時候 你一點都不迴避 所以我相信 你並不是一個搓背的小功 後來 我兄弟說了一句話 你搓背的時候 停了一下, 對嗎 這位兄弟說話不如你上道 他是我小兄弟 涉事不深 還請先生見諒 我倒不會見壞 可是我 算了 有話好說 你如果入我們這行的話 你一定會出名的 脾氣好 眼睛毒 說話做事很有分寸 真是個可造之彩啊 啊 外面那位 不是我的樓樓 他是我的大徒弟 是我最信得過的人 這我知道 我也希望你 不要告訴你 不要告訴你徒弟我的苦衷 為什麼 很簡單 你要告訴他 那就無所謂什麼苦衷了 好 我答應你 說吧 不瞞你說 我是個女流之輩 所以在大庭廣眾之下 很多事情不方便說 可是我要尊重你們 這兒的行規 所以這身打扮才來到這兒 剛才你說要報什麼仇 殺父之仇 孝女 師姬 言歸正傳吧 我要你殺的人 並不好殺 什麼人 我要你殺的 是在上海稱王稱霸的 孫孝秋 確實是個大人物 怎麼樣? 讓我想想 她最近就在上海 看來我不用出門了 難道你一點都不猶豫 不為難嗎 有兩種人 你讓我殺我會猶豫 一種就是我的恩怨 還有 我自己 那 你親人呢 我是個孤魂野鬼沒有親人 所以我知道 死了父親是甚麼滋味 好了 我們就談價錢吧 行有行規 我是一毛錢都不會讓的 好啊 怎麼樣 出去再說 出去再說 大姐怎麼樣了 大姐怎麼樣 明天派人來取定金 一個月之內 必傳佳音 太好了 好啊